好幾輛車在大雪中動彈不得 高速公路直接變成停車場 還有汽車拋錨 駕駛乾脆下車換步行 大馬路同樣積雪嚴重 紅綠燈上也壓上厚厚白雪 就連高爾夫練習場鐵網 也承受不住重量 向下坦塌 壓傷兩人送醫 南安首爾27號首降出雪 沒想到這大雪來得又急又猛 創下117年氣象觀測史上 11月最高紀錄 不只道路失滑寸步難行 路上交通大亂 好幾起汽車打滑追撞事故 機場航班也大受影響 超過兩百個班次被取消延誤 一人立特在副台前 就在機上困了兩個多小時 後來又因為首爾暴雪 南安行政安全部已將大雪災害危機 預警級別從注意上升到警惕 同時升級災難應對措施 全面提醒人民注意外出安全 在新聞黃泉宇報道 那麼之情 小臨